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人万亿退休禁 政府梁照剧劫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9日 星期三 我是May 港府口口声声声窮 但是发放消费断时 就连曾经在港工作 但是已经离职 并且翻翻内地长期订队的人 都太功分猪肉 人人有份 获派一千五元消费断 港府这份大爱 都感染了不少香港人 决定由阳学阳 话说日前 有个萌文在Facebook上发帖 说今天在街 有一家5口国内同胞问我 是否可以用白特通拿消费券 我教了他们买五张新卡就可以拿 他们很高兴感多谢我 楼主最后表示 帮到人我很开心 贴文下有很多萌文 点赞和跟帖 很多人都大赞 楼主很好人 又帮人 好又爱心 香港人的榜样 有网民就开玩笑表示 你应该跟他们说 如果你入一千 政府会给一千 入三千 政府会给三千 总之入得越多 政府就给得越多 不过 一定要去到 尼岛那间 七十一 擅自令独 更有网民建议 方向小红书 写篇在香港如何拿消费券攻略 保待人看 那 特首先生 不要再说我们香港人歧视国内同胞了 我们一定会帮你讲好香港故事的 中港两地假结婚案件 时又发生 近日一宗有点真假难辨 17日有电视节目曝光一名声幕的76岁伯伯 指他饮茶期间经茶友介绍 认识了59岁来自大陆的李女士 之后二人火速注册结婚 婚后李女士船只返回祖国生活 三年后忽然延伸 回港要求莫伯帮他申请单程证 莫伯女已担心父亲被骗 因此负问李女士 谁知他豪气回应 我不是假结婚 至于你爸爸 是不是假结婚 你去问你爸爸 据报道 76岁的莫伯于2019年与太太分开 其六名子女各自都有家庭要照顾 因此无法长期陪伴父亲 单身的莫伯在饮茶时认识了茶友张氏夫妇 在他们的介绍下认识了大陆李女士 张氏夫妇为了绝合婚事 更加联手莫伯当时住所的汉奸阿花 向他游说 事后才知道阿花是李女士的亲戚 而莫伯本身都想找个盘 敬畏都是找个人来照顾我好些 于是莫伯和李女士在2020年1月便火速注册结婚 莫伯指注册当日 新人李女士拿到结婚证书后便扬墙离开 三年期间莫伯独受胸房 直到去年底李女士才再度现身 一出现就叫莫伯和他去深圳签字申请单程证 莫伯女儿担心父亲被偏分 指父亲与李女士一张合照都没有 更听闻这个女人报大了9岁更多 他可能想报大一点个年纪 一来到香港就可以有福利了 莫伯女儿打电话给李女士 质问他是不是为了单程证骗婚 李女士否认 好戏回应道 我不是假结婚 我年纪已经不轻 我就没有进行假结婚 至于你爸爸是不是假结婚 你去问你爸爸 对于为什么消失三年 李女士将责任推给自己的女儿 只其阻止他来说 被问到会否与莫伯离婚 李女士再出豪言 离婚我可以啊 但是你要赔钱给我 事件人发讨论 有网民担心除了骗婚 莫伯有没有被人压礼金 或者名贵物品等 毕竟骗徒手法沉出不穷 香港人卑无可避 已经成为一伤 还有留言赞叹李女士是人才 事实摆在眼前 还可以离职气壮 使用责任存在谋方 一切后果由谋方承担等 威胁口吻 这种等于良劍的做法 颇有某国某特区政府的影子 早前宣布财源百分之五的电视广播 游行公司宣布 旗下大台网游行公司的 BigBig Channel将于5月2日停止服务 什么话?你未听过BigBig Channel? 不用不好意思 其实很多网民都未听过 有些听过一下 但不知道平台是用来做什么的? 好了 等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BigBig Channel在2017年7月推出 是让GVB旗下艺人与观众互动的平台 观众亦都可以课金向艺人赠送虚拟离品 2018年还推出网购平台BigBigShop 2018年TVB曾因为在节目中间接宣传BigBig Channel 违反电视节目受责 而被通讯事务管理局罚款30万元 及作严重警告 TVB近几年来 成家超过跪眼 生意好啊 录得年年亏损 未知今次接着BigBig Channel 是否合作国大道的那招 一于缩了先算 炒了先算 停了先算 换了高层先算 裁了完先算 执怀先算呢? 其实做不到BigBig 那未做少少啰 或者考虑一下回大湾区 蛤?不知有无人要呢?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文章指港府禁止 二英港人提取强失金 应用港府绑架退休金要挟市民流港 本港退休金金额巨大 截至今年3月底 总资产已超过1万亿 有专家分析指 不止二英港人无法提前领取退休金 目前政府财坤 已在打这筆万亿元退休金的主意 过去两年 有约16万港人移民英国 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推算 过去两年 有约9.6万主要申请人及成年人 以BNO签证移英 他们被扣押的强积金高达215亿港元 不止以BNO签证移英的港人 无法领取退休金 更一有报导指 以BNO护照移民家国的香港夫妇 亦无法领取退休金 当局比出的理由 是其入籍途径一栏写有GBN字眼 等同于BNO 有线财经台前台长兰保光认为 而英港人被扣押的强积金 不是一个小数目 近年政府财赤巨大 2023、2024年到财政储备 将降至7629亿元 因此这笔扣押的强积金 能提供致禁缺口 将有利填补政府财赤 截至今年3月底 香港退休金从资产 约为1.108万亿元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到 政府会在罚行的绿色债券 和基建债券中 撥出一定比例 优先供强积金基金投资 银保金指可见政府已经在打强积金的主意 他分析 发债主要将用于基建融资大白杖工程 包括文一带遇和北部都回区 一旦强积金 被用理应求政府基建债券 不单止解决政府困高 更令大白杖工程能提早上马 是政府一石而鳥之计 除了基建债券 当局还宣布改善 强积金计划基金实体标准 建议推出中国A股基金 而恒指公司也表态 盼强积金能立入 故心港通及国旨作投资标准 不过盐保庚指 查看过去一年强积金表现 输得最多的均是中国 或香港的股票基金 其中交通银行的中国动力股票成分基金 以及汇丰的中国股票基金 过去一年仍然贵损于12% 对要依靠强积金退休的打工仔来说 可谓损失惨重 他指出 如果日后强积金信托人 增加这个双述的基建债券 或者中国A股基金选择 如果打工仔不幸误中陷阱 一生血汗钱就道歉落海 对于已经移民的香港人 其强积金户口恐怕会被政府加设 更高提取门栏 强积金有机会被扣押 一直到退休年龄 期间供款被锁死在香港 亦要面对公安的管理费用 投资汇报亦难以掌握 好了 今天的香港头条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报道真相、争辩是弊 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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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